大家好 我是向老闆 我的频道主要讲旅游跟生活相关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也是旅游跟生活的爱好者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帮我分享哦 今天向老闆要回到北海道旅游的主题 还记得向老闆上一集介绍过 如何从大雪山玩到札幌 一路上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札幌和汤咖喱该怎么吃 札幌 沿澡山的夜景 那可是日本的前三大夜景哦 那今天呢 小伙伴要跟大家分享另外几个 在札幌还有札幌周边不远的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去看去玩的经典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札幌 一定要看今天的这一集哦 Let's go 第一站呢是北海道神宫 北海道神宫呢 是北海道最大的神社 你光听他的名字叫神宫你就知道了 他跟皇家呢一定脱离不了关系 西元1869年呢就是明治二年 明治天皇下令呢 要在东京呢举行盛大的四奉典礼 要四奉谁呢 守护北海道开拓事业的三大神明 包括大国魂神 大纳摩池神 这名字真的不是太好念 还有少雁名神 举行完典礼之后呢 就在隔年呢 开始在北海道呢先建立一个临时的神社 又隔了一年神社的祖殿盖好 当时呢叫做北海道神社 到了昭和39年 就是西元的1964年 日本呢决定将明治天皇呢 纳入北海道神社之中呢 共同的四奉 所以北海道神社呢就改名为北海道神宫 北海道神宫呢 可是北海道人民的信仰中心 穿过鸟居之前呢 记得要微微的行礼 表示呢 对神明的尊重跟尊敬 通过鸟居之后呢 还要走五分钟呢 才会到随手舍 就知道这一段路呢 非常的长 记得进入主殿之前呢 要在随手舍呢 将自己呢 身心灵清洗干净 记得呢 要在水手舍洗手 一定要漱口 北海道神宫非常的贴心 在旁边呢 贴有指示呢 告诉你该怎么进行 那要注意哦 水勺千万不可以碰到嘴巴 不是拿水勺救口 记得是把水呢 倒在手上呢 再拿手救口 整个北海道神宫呢 被高大的树木包围 都是呢 树林百年以上的大树 春天的时候呢 北海道神宫也是赏音的圣地 北海道神宫是不是非常的气派 连柱连神呢 都是超级粗的绳子 柱连神呢 是用稻草编织成的绳子 来区隔人界跟神界的 所以没事呢 不要去碰柱连神 如果你有看日本的妖怪动漫 你就会知道柱连神的结界 有多么强大的威力 那来到神宫呢 一定会有祈福的会马 会马主要的功能呢 不是好看的 是后面呢 空白的地方呢 让你写上你的心愿 绑在会马墙上面 祈求呢 神明呢 让你的心愿成真了 居然有拉拉拉熊的会马 非常的kawaii 北海道神宫御守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造型 除了12生肖之外 居然呢 还有Hello Kitty图案的御守 但我根本讲 Hello Kitty图案的御守呢 不是只有北海道神宫才有 在很多神社呢 都有Hello Kitty造型的御守 那也可以抽签呢 看看自己的运势如何 如果呢 你抽到胸签 记住不要带回家 要把胸签呢 绑在神社指定的地方 它可能是绑在树枝上啦 或是它有专门的地方 让你绑 厄运就把留在神社 就不要带回家了 对了 北海道有名的伴守礼 叫做六花亭参拜者休息所 而且全日本呢 只有北海道里面这家六花亭呢 有卖一个特别的甜点 叫做 导判官饼呢 里面是红豆馅 一个是100块 那休息所里面呢 有座位 还有茶 可以让你免费的喝 大家可能会想说 导判官是谁 我谁 我导判官 其实导判官呢 就是北海道的开拓之父 导义勇 现在讲到义勇两个字 都会让我想到 灭鬼 对 吃导判官饼呢 就是要纪念 导义勇 跟我们吃粽子 要纪念屈原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参观完北海道神宫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北海道大学植物园 这个植物园呢 可是被称作 札幌市中心的绿洲 虽然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夸大 因为你知道 札幌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 都有大片大片的树 北海道植物园呢 开放参观的时间呢 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入园费请看旁边 那植物园呢 非常的大 如果夏天去也会很舒服 因为很多树荫 还有大片大片的草皮 可以看到很多小学生 跟游客呢 会就地野餐哦 北海道大学植物园呢 跟羊之秋的那个克拉克博士 少年们要有野心 是有很大的关心 是克拉克博士呢 还是北海道大学校长的时候呢 像当时的开拓是建议要 清建一个植物园 北海道大学植物园呢 可是日本第一个 近代植物园 也是日本呢 国内成立的第二个植物园 那近代植物园 跟其他植物园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近代植物园呢 不是让你观赏的花园 主要是拿来做植物相关研究用的 那园区呢 还会进行一些种子的保存啦 植物的这个培育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 还要保护一些 快要灭绝的品种的植物 另外呢 北海道大学植物园里面 还有北海道最古老的博物馆 那是重要的文化材 那博物馆呢 它其实本来在 雜谎车站的附近 后来呢 因为地方实在太小了 然后他们要开发商业用途 所以把博物馆的整个呢 搬进了植物园里面 博物馆里面呢 展示很多 原住民生活相关的资料 还有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动物标本 如果你是超爱动物的人 来这个地方呢 绝对会让你非常的开心 而且它动物标本呢 做的真的非常的栩栩如生 不会让你觉得 你看到一个假动物的感觉 看 这是明治时代虾仪熊的标本 到现在都还保存的非常的好 那大家呢 还可以看到虾仪狼的标本 虾仪狼呢 是已经灭绝的动物 以前呢 可是成千上万 只现在一只都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一定要爱护动物 保护地球呢 参观完呢 札幌市区两个老少嫌疑呢 都适合去了景点之后呢 再来商务版要推荐一个 专属 大猿的景点 要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 鱼市征流所 第一次去北海道的人呢 几乎呢 都会去 札幌 等小尊 但是你知道吗 在小尊的附近呢 可是有一个地方呢 是日本威士忌的故乡 就是鱼市 征流所 就是由日本的威士忌之父 竹鹤正孝建造 竹鹤正孝呢 其实他是出生于清酒世家 他在酿酒公司上班的时候呢 被公司呢 派去苏格兰 学习化学配方 因此呢 他带回了 道地的苏格兰酿酒技术 他花了很多时间呢 探访很多地方 最后呢 在1934年决定在渔市呢 盖征六所 NHK电视台的陈间剧 阿正与爱丽 讲的呢 就是竹鹤正孝的真实故事 他创立的威士忌品牌呢 就是 Nika Whisky 那可是国际知名的哦 大家知道 酿威士忌需要时间 所以 在酿酒厂呢 还没有威士忌可以卖之前呢 其实他们是卖 买苹果汁的 那公司的名称呢 叫做大日本果汁诸事会社 所以呢 他们的第一瓶Whisky呢 叫做Nika 就是取名 Ni就是日 卡 就是果 就是大日本果汁公司的两个字 于是蒸溜所的入口呢 是不是很像欧洲的城堡 那于是蒸溜所呢 基本上是免费参观 不但可以了解到Whisky呢 制作跟蒸溜的方法 还可以看到 Nika Whisky呢 所有历史的各种名酒 哇 很多呢 现在一瓶可能都是天价了 更重要的呢 是可以免费的喝到 Nika他们现在最畅销的 极款酒类 这一次呢 于是酿酒厂他们提供的呢 就有Whisky 苹果酒 当然你也可以付钱喝呢 品质更好的Whisky 好 以上呢就是 香老板推荐大家呢 去札幌的时候呢 可以去札幌周边玩一玩的地方 那下一集北海道 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要带大家呢 去北海道 泛舟 我们要去玩水咯 第一次看香老板频道的人呢 拜托拜托 请一调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分享我的影片 大家帮助香老板 香老板就可以带大家看 更多有趣的景点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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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